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不耕情深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托尔斯泰经典小故事 人需要多少土地 一个农夫很辛勤地工作,养家活儿 但没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农夫经常心里想 只要我拥有一块地 情况就不太相同 某年冬天,全民乡霖有一位夫人 打算把自己的土地卖去 而农夫的鄰居买了其中的50公頃 这位夫人同意先收一半地价 剩下的一半,第二年才还清 于是,农夫亦想买地 他就想,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 生活根本就不可以生活下去了 于是,他就和他的家人讨论 集思广益,務求尽办法买到土地 最后他们就会集了 啊,我们终于都有100个奴布的储蓄 就拿出来 又可以卖那匹马,又卖一半的蜜蜂 还有呢,我的大仔又可以和人做长工 提前拿到报酬 啊,老婆啊,你还从你弟弟借你那份钱 哇,夹夹买卖,总有地价一半 好了,就这样了,我们就可以去买地了 农夫于是有了自己的土地 他借来的种子耕种,收成也很好 只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债务还清 成为一个不彻不够的地主 心里非常快乐 有一天,有一个从福尔家河岸的农夫 经过,就跟他说 哎,那里的土地非常肥肃啊 哦,大木啊,可以长得和马一样那么高 那些庄价,密刀,过了下来 那些的黏刀,都可以呢 即是一角,就一大菌啊 大菌大菌都不知道多好收成 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去那里买地 我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的 但是现在,我拥有六匹马,两只牛 农夫听到之后,心里充满了渴望 于是,就卖了他的土地和田产 带着钱,就去找新的发展 结果,他的生活比以前 竟然是多了十倍的利益 初时候,他很满意 但后来,就觉得不满足 他就想更多的墨子 但是呢,就因为自己实在太小地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土地商,就说给农夫听 嗯,我们是从很幼远的 巴扎基尔 他肯定用了一尺楼薄 就买了五百公顷多地了 只要跟游长打好关系 就可以用低价钱买到土地了 农夫想到,哇,那个人 都不用两个楼薄 就买到一公顷的地 为了要给现在 已经多了十倍的土地更多 他就将自己的田产 就交给家人看管 带着一个仆人就啟程了 这些巴扎基尔人 买地的价格 就是以天为单位 天是天上的天 即是说,一天走路 繞过的土地 就属于买地的人 不过,一定要在日落的前 返回去菜花店 要不然 就会白白没有在一千楼布 农夫听到很开心 于是就约好 明天我们在这里交易 第二天 农夫在黎明的时候就出发了 他争分夺庙地 在草原上走啊走 我要跑快点 跑快点 可以多到更多的地 在所跑过的地方 都留下了标记 没多久 太阳的光辉照耀大地 他抬头望我的太阳 好惹眼啊 吃点早饭 真是 一会儿 可能我现在 一会儿回去 都很好 都不顶了 再走多 走多三英里了 走得了 再向前走 土地 看里 当他看到太阳就来平西了 他不停继续跑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终于他拖着走不动的脚 那个伤唇都干得很快 还裂开了 他的呼吸 他体力不滞地走到终点 在太阳下山之前 农夫真是回到终点了 是啊 他得到一片很大很大的土地 可惜他根皮力竭地 就倒在地上吐血而死 他的仆人将他挖坑 然后埋葬 最后农夫所需要的 只是长六尺 宽两尺的一块墓地 是呀 不少人一生努力追求 不外乎 其实都是很多的欲望 未能满足 又来过 又要更多 更多 人生实在有太多想要的东西 能够善用 时间 在需要 和重要的事情上 人生才不会空跑一场 难怪 托尔斯泰说 欲望越少 人生就越幸福 你明白吗 希望 你都能够享受一个 幸福的 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